婚后感情冷淡 我想离婚时 却忽然绑定了系统 系统说没让沈婷心动一次奖励十万 我试探着给她发个短信 想看我露骨的照片吗 沙发那头 清冷金贵的沈教授 猛不握紧了手里的茶杯 我和沈婷是相亲认识的 两人都三十了 年纪不小 被家里逼得紧 我们见过三次面 就定了婚室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我也没指望能有多和睦 只想着沈婷是大学教授 各方面素质都不错 只叹气 你们家沈教授 一个人坐客厅里 我们俩躲书房 我感觉有点尴尬 要不我们一起去客厅聊天吧 我大惊 不要吧 我和她不熟 许葳葳更加震惊 你们不熟 拜托 你们可是夫妻 她以为我在开玩笑 直到吃晚饭 我和沈婷各自埋头吃饭 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 许葳葳葳才反应过来 我说的不熟 是真的 趁着沈婷去洗碗的功夫 许葳葳拉着我说 悄悄话 你们这么冷淡 那方面呢 咋样 和谐不 我立马张红脸 摇摇头 我们很少 什么 许葳葳瞪大眼睛 你们结婚才半年 不应该是如胶似漆 干柴烈火吗 我转头看了厨房的方向一眼